接下來我們今天的課程是第一個 就是我們建立我們的第一個APP的程式 步驟跟我們上次的Playground不一樣 這次要選擇第二個 Create a new ASCO project 一個專案 點選完之後呢 就會進入到跟Playground一樣 這個頁簽 但是這個頁簽有一點複雜 那我這邊就不再多講了 它可以做iOS的程式開發 也可以做Apple Watch的開發 Apple TV的開發 MacBook的開發都可以 好 那沒有關係 這個部分呢只有選擇預設的iOS 然後選擇我們第一個APP 這個是Single View的APP 只有單選項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按下一步 這邊都算簡單 那一樣 那當然就是我們這一次的名稱 好 這次的名稱呢 你就可以自己訂 比如說My First F-I-R-S-T-H-E-L-L-O 好 這個也是老師習慣的一個命名方式 以後你們的這個Available變數的命名呢 也都一樣 那我們用陀峰式的命名方法 什麼叫陀峰式的命名方法呢 小寫的開頭 但字跟字之間呢 那一個第一個字呢 用大寫 有沒有 My First F開頭 hello 那就是 hello H開頭 這個就是陀峰式的命名方法 那這個 至於現在已經很少 在用什麼 underline啊 hyphen啊這些 比較少 那 接下來各位要 在輸入的部分 你看這邊沒有辦法 next 對不對 因為有些資料沒有寫完 就是這個organization的identifier 這個認這個 辨識的這個沒有寫 那通常這裡面 大概都是寫我們的網址的 導網 導 導管 比如說我們是tw.edu.thu 我們是什麼 thu.edu.tw 那你們用反轉就好 但是其實你反不反轉 其實你隨便打幾個字 它也是ok的 那原則上我們用像這樣子 那 沒有問題的話 預設的東西都沒有管它 或者是把它清除掉也可以 好 這邊沒有什麼 接下來就是next 因為這邊要產生一個 我們的project name 那你們這個project name 麻煩你們就寫my first hello 後面就打上你自己的學號 假設你的學號叫做s100 多少多少 好 老師以這個例子來看 好不好 好ok 按下一步 下一步呢 那有隨身碟的你就放到隨身碟上面 沒有隨身碟的你就放到你的這個desktop上面 好 好的時候呢它開始去建 做prepading這個 好 ok 然後去產生 在啟動的時候這邊會花一點點的時間 好 好 ok ready了 好 接下來呢 我們現在先把它關起來 你在哪邊呢 你的檔案就在這裡 my first hello steve 比如說s100 你點進去 這邊有很多的檔案 那這個檔案你不用管 這個是Apple已經城市開發幫你建好的 這些都要管好 那跟我們之前的playground不一樣 playground以前就只有一個playground的那個檔案 但是這邊沒有啊 所以說以後記得 以後要你交資料夾的時候 你就把這個資料夾按滑鼠的右鍵 去做壓縮傳上去 因為你直接上傳到教學平台的檔案不可能 是目錄 所以就要去做壓縮 那懂吧 今天的作業有兩個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嗯 建好了之後呢 這個環境的界面 老師下次再跟各位講 因為今天時間很趕 因為等一下老師又還有一個那個 馬來西亞的那個高中生 ok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各位要記得 前面的步驟都還好 接下來就要記得 我們要點選的部分 點選這個對方 這邊有一個叫做 main storyboard 以前叫做playground 對不對 那現在叫什麼呢 叫做storyboard 故事版 其實以後 你們就是在你們的手機平板上寫app 就是你要make a story 就對了 你要說故事一樣 好不好 沒有問題的話 記得這邊一定要寫 但是注意 不要點兩下 點一下就好 通常你點兩下 它另外一個視 它就會這個視窗會跳出來 好 那 剛開始反應有一點慢 好 所以說你不要認為說 好像你沒有點 但是確定是有點的 好 這前面會 它在起始的時候會慢一點 所以會有一點點耐心 好 ok 這邊好了 不要點兩下 你點兩下之後會跳出來 這個視窗會跳出來一個 視窗 比較難處理 好 那這邊的畫面 介面 老師之後再講 來 接下來看 這個以後呢 就是我們的手機的介面 就長成這個樣子 以後你任何東西放進來 你們其實就是一個 make a story 就對了 你的app 你的程式 你的構想 就在這邊去開發 好不好 今天我們是第一個 好 第一個來看一下 老師大概去講一下 等一下 點完這個 make a storyboard之後呢 你的滑鼠就移到這裡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稱為叫做 view controller view view是什麼 顯示嗎 近嗎 controller是什麼 控制器 好 控制 所以說這個就是一個view 你的app上面的層次的view 好 那這個view呢 以後就知道 以後跟各位講 這樣子呢就是一個view controller view controller在這邊 好 那這個view controller呢 它也有 這個以後 以後我們很多 所有app上面的 所有的按鍵啊 連結啊 或者是圖片啊 甚至我們的文字啊 這一些很多都是叫做物件 今天我們會產生兩個物件 什麼是物件 老師等一下會跟各位講物件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一個 第一個物件 第一個物件其實就是這個 第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地板 我們這位叫做view controller的物件 那你點選完之後呢 來看一下 預設它有時候沒有到這邊呢 點選這邊 這邊擠一下 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呢 show the attributes inspector attribute是什麼意思 attribute就是屬性 每一個物件呢 它都有它的屬性 好這個好像有點抽象 對不對 就像老師一樣 江志強 江志強其實是我的屬性 我是男生 我是黃種人 這也是我的屬性 那一樣物件都有它的屬性 屬性要去更改 來注意在這個地方 最常見就是這個 他有時候會跳這個 有時候會跳這個 有時候會跳這個 他是注意 要改屬性 在這裡 好 什麼叫做屬性 來我們先來看 這個是不是黑白色的 對不對 老師一直講 人生是彩色的 人生不是黑白的 好我們第一個動作呢 就是去把 它的background改掉 不是白種人 不是美國優先 雖然我都講一直 美國優先 美國優先 好不好 那這邊有個顏色 我們可以去改 那什麼叫顏色 你看顏色其實就是這個 view control的一個屬性 我們的皮膚好像可以像這樣改 那就很好了 對不對 好 ok 接下來來看 顏色其實跟你們平常在選顏色 是一樣的 但是這邊好像很單調 啊沒關係 這邊有一個other 好 other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像pencil一樣 欸 還蠻酷的 看想選什麼顏色 好 各位想選擇 選什麼顏色 選這個啦 好不好 這個顏色 欸你看 你的人聲就開始變彩色了 好 那這個是第一步 這個我們直接做view controller 什麼是view controller 就是你的app上面平板的這一塊 這叫view controller 好 接下來呢 第二個部分 我要注意的就是 右下角這個部分 右下角的部分呢 它也不是在預設的選單裡面 各位要選這個 點 我來把這點選一下 看一下這叫做什麼呢 這個叫做 show the object library object是什麼 就是老師跟各位講的 物件 以後每個每個都是物件 好什麼叫物件 我們趕快來看 物件呢 你看他 Apple提供了那麼多 上百種的物件 當然啦 這學期也不可能講完 而且我也沒有所有都用到 好不好 只要幾個你大概就OK了 好那接下來 什麼是物件 我們先來看 平常我們跟手機對話的時候 是不是他會提供一些顯示的文字給你 對不對 那這個文字 我們就稱為叫做label label label label就是標籤 好 其實就講實在 它就是一個text 對不對 它給你提示 對不對 你有沒有做輸入 沒有 下個禮拜我們會教各位 你還可以做文字的輸入 但是我們現在只用 它顯示資料給你而已 好 那這個顯示資料叫什麼物件呢 因為你剛開始那個物件名稱都不知道 但是就是要開始要學 我們現在學的第一個物件呢 叫做label l a b 已經出來了 所以說你大概知道就好 聽不起來沒關係 但是講完應該都聽起來了 好 第一個物件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在你 剛剛這邊他說 static text 就是靜態的這種文字 這種文字是不會變的 靜態顯示出來的 其實就是跟你去做共同 好 讓你輸入你的姓名 學號的提示 對不對 或是輸入帳號密碼的提示 各位都知道 所以說你現在已經開始在設計app了 好 只是這個app 等一下老師講一個原文 好 接下來就把 等一下 所以 這一篇呢就比剛剛 之前的那個planet ground 容易了 你planet ground之後還要再寫層次 對不對 就是沒有拖拉的 你就make a story 就對了 你看你這個要怎麼樣堆疊 怎麼樣排版就對了 你就是一個設計師一樣 好 ok 好了之後呢 來 接下來 那這個呢一樣 它有八個 八個 八個按鈕 你可以點選之後去放大縮小 放大縮小 那通常我們待會兒的字會比較多 你就把它放大一點 等下你這個字小 它顯示不出來 你就回來再改就好了 好 時間關係 我就先把它拉大 那拉大呢 這邊來看到 這個是不是就是 我們現在有幾個物件了 來 請問 同學 有幾個物件了現在 老師剛才講過 到現在這個物件 兩個 第一個物件是什麼 那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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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屬性 view 什麼 view controller 就是這個平板 那邊 第二個就是這個 label 好 你什麼姓 統計了 好 ok來 接下來看一下 第二個物件就是這個 第一個物件剛才講就是這個 view controller 第二個物件就是這個 label label 標籤 那標籤呢 預設值還給你的 注意看 什麼叫預設值 就是它的text 它在顯示什麼文字在這裡 注意text txt 待會用到 好 這個text做什麼呢 來 我可以改 假設我不要這個 label 比如說我這邊 就是一個提示的 我要去叫做秀就好了 好 就叫做秀 好 好 那顏色呢 我也希望不要是 那個 黑白的 隨便我小時候用這個鮮紅色 好 有沒有 好 那字體大小呢 你就自己去去改 好 它也可以字體大小 放著你也可以自己去改 那甚至怎麼樣呢 你的對型至中這些都跟以前的 這一個文字的排版 大概相互想看 大概差不多 好 就是我們第一個 label 已經做好了 好 第一個 label 做好了 剛才那個 label 已經改了 對不對 改成叫做show 注意 這邊有個屬性叫什麼 text 請問你一下 這個view control 這個物件 你點選這邊就是view control 點這個地方就是 label 這個標籤的物件 這個點選完之後 你看它有沒有text 它沒有text 可是這個也有text 好 就這邊來講 每個物件它有自己不同的屬性 有些屬性呢 是共同的 有些是只有這個屬性才有的 所以說以後要學 你就大概要學這些 但是也沒有那麼難 你大概以後就可以推出來 好 接下來這邊 第二個物件講完了 第三個物件 也是一樣 要拉物件進來 都是到這個地方 object 這個地方 也就是這個鈕 好 點選一下呢 我們現在要做另外一個物件 物件叫什麼呢 最常見的就是送出的按鈕 按鈕 按鈕叫什麼名字 英文怎麼拼 button 對 bu 好 拼不出來還是已經好了 button button也是一樣 按著這個時候呢 推到這裡來 你看 怎麼簡單 比吃滷肉飯 比吃雞肉飯都還簡單 對不對 好的時候 你看我們第三個按鈕在這裡 一樣 它有它的屬性 請問一下 它的屬性 有沒有text 就沒有 可是它還有什麼 它有一個叫做title 所以說也注意 每個屬性 它的一個名詞 是不一樣的 雖然它也是這個 可是它不叫做 因為它是一個物 它想是按鈕 它其實不是寫字東西 所以說它可以講叫battle 好 那這個battle我們改成什麼 其實中文英文都可以用 那我們這邊改成應該叫確定 好 確定 好 你看 確定好了 那你顏色你就自己去改了 我這邊就不改了 好不好 那接下來呢 就開始要寫程式了 因為我們這個 假設我是這個設計師 對不對 這個f的設計師 我的場景就像這樣子 好 這邊 跟各位提一下 等一下 也可以做一個 100萬的app 可以收入100萬人民幣的 這個app 等一下我會講原文 好 接下來看一下 接下來就是我們這寫好了之後呢 我們思想法 等一下按這個按鈕之後呢 這邊就秀出來的第一個層次叫做hello world 把這個名字改掉 就這樣子 好 這很簡單 好 那接下來怎麼做呢 剛才講到這一個屬性的還有一個物件的 接下來這個按鈕 這邊有六個小按鈕 倒數第二個 那這個按鈕叫什麼呢 叫做assistant editor 編輯器 什麼編輯器呢 就這樣協助你們的編輯器 講出來呢 這就是層次 層次的編輯器 就好像你們的preprong的這個編輯器一樣 好 也是一樣 拜託不要按兩下 好 按一下 因為按兩下 它就會跳出來 就很難處理 按一下 哎 今天比較快 他知道了 等一下會有四層 很配合 好 那接下來你就把你們的版面調整一下 老師以後的版面還會再跟各位去講 好 接下來來看一下 這邊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先把這個地方先收起來 因為我們只要看到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的互動 好 來這邊看一下 這個按一下 它就收起來了 再按一下它就出來了 這個地方其實叫做utility utility 工具區 把它說掉 好 說完之後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等一下要寫的程式碼 你可以把這個拉到中間來一點 好 對不對 這個就是你的平板 這個就是你的iPhone 好 雖然沒有錢買到iPhone X 好 但至少等一下我們看到iPhone 8 好 手機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寫程式碼呢 就寫了這個區塊 雖然各位看到這邊可能會 會心驚嚇說 哇怎麼這麼難 沒有一個字看得懂的 好 沒有 單字可能看得懂的 但沒有一個語法看得懂的 但是不有關係 這是他已經寫好的一些知識的格式 基本上我們不會動 好 我們要動的部分 注意 注意 在這個地方 在class 分類的這個地方 的後面 按下去 這邊 按enter 登登 按兩三次都沒關係 完了之後呢 以後我們的程式碼 都是寫在這一個class 大括號之後 不要寫在別的地方 以後還有機會寫別的地方 但是 走向目前 大概這個學期幾乎都寫在這一個地方 我就不再講囉 以後寫程式碼就寫在這地方 那老師的習慣是這樣子 這個程式碼 因為是我們自己的區域 以後呢 老師呢 這邊就會打一個雙斜線 雙斜線是做什麼事 memo吧 對不對 注解欄嘛 那我就會變成叫做steve code 我自己的code 我以後的程式碼 就編輯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按兩個enter 再 再一下 我這邊是end 好 steve code 好 這是我程式碼 終止的地方 大概我的程式碼 就寫在這個區域 這樣OK嗎 多幾個空格沒有關係 好 接下來 我們的步驟就 以後都一樣化不如 當你這個story maker 你是story maker嗎 或是story的generator 你產生出來之後 你就要跟你的程式碼去做連結了 不然它的動作你都不知道 好 這個連結的動作很簡單 但是剛開始可能不太熟 老師做一次 來看喔 假設我們現在先把我們剛才產生的 第二個object 去跟它去做連結 怎麼做 來看一下 手出來了之後 不要按滑鼠的左鍵 按滑鼠的左鍵是去搬移搬動 好 那按什麼鍵 只有右鍵 好 滑鼠的右鍵 按著之後呢 拖椅 產生出來一個這種藍色的拉鈕 這個拉鈕就是做connection的意思 去跟它去做連結 以後你的程式碼 就從這邊去可以控制這個 view controller 裡面所有的物件 好 放手 好 該分手的時候還是要分手 把它放下來 放下來之後呢 剛才是不是講到我們產生了兩個物件 一個是這個 label 另外一個是 button 兩個物件 以後物件都要有名稱 主要名稱 就是像我們的變數名稱一樣 這個物件也是一樣的變數名稱 就是 name 好 比如說我這個物件名稱呢 就叫做 show 就好了 好不好 或者是你叫做 label 也沒關係 我就叫做 show 好 show 這個 label 好 ok 其他的不用改 注意這邊簡單東西不要改 等一下會有難的 按 connect connect connect之後呢 發現到什麼了 重新 發現到什麼了 出來一個什麼 出來一個程式嘛 對不對 看跨屋 看跨屋 看不看得懂 啊 這才幾個男生看得懂啊 這個時候看不懂啊 bar 是什麼 變數嘛 宣告嘛 所以說他宣告了一個變數 宣告變數哪個變數 這個變數名稱就叫做 show 這個 show 是什麼 是我們剛才的物件的什麼 名稱 所以說你的物件名稱 你不是打 show 的 你是打 me 的 那就是 me 你打 x 的就是 x 懂嗎 好 所以說你要跟老師一樣 你就跟老師一樣 你不跟我一樣一樣 但是你要了解 以後每個物件 一定要有名稱 好 那這個名稱 好了之後呢 呃 其他的東西 老頭之後再講 這個原則上 其實也就是 定義一個 show 的 這個 label 的一個物件 那你怎麼知道 它是 label 呢 它就用 這邊可以名稱 好 URL先解釋 叫做 user interface 因為我們這些都是 使用者介面 使用者介面的標籤 好 其他的這邊都不要管 好 那這就是他寫的 好了之後呢 第二個物件要做 注意 這個很難 其實這騙你了 不是那麼難的 就是你不熟的話 電腦就這樣子 你要是熟的話 你一輩子都忘不掉 可是你不熟啊 怎麼做都做不出來 差一點要 要那個 x 差 好不好 好 接下來看 怎麼做 也是一樣按滑 因為這做 connection 跟這個層次去做 connection 好 以後知道做 connection 就是按滑 什麼 右鍵 音啦 藍色的出來 就要去做連線囉 做什麼連線呢 好 就放在這裡 放在下面 好 完了之後呢 剛剛一樣 要產生一個什麼 物件的名稱 假設我們這個物件名稱 就叫做 ok 就好像我們確定的意思嘛 好 接下來注意 這邊沒有那麼簡單 那老師解釋一下 以後的物件呢 一個物件是平 就是 static 就是它靜態的 像剛才有講到 label 這種表現是靜態的 它不會跟你互動 那另外一種物件呢 是會跟你做互動的 像各位 你們的 button按 對不對 你會不會在你的 你的 label 那邊去按 不會 只要有按的動作 注意就會比較複雜 好 因為我們這個是一個按的動作 好 不是按的動作 通常叫做 outlet 好 那按的動作來這邊 第一個先名稱給它 給它 完了之後呢 看一下這邊 要選擇 action 因為按鈕是動作 你記得就這樣 你這邊不用 你沒有選 action 你程式是錯的 好 所以這邊就是 action 注意喔 這邊 action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要改呢 第三個要改的就是你的 type Type不是 any Type是什麼 就是 UI button 這邊 常常有同學搞錯 就是這個地方沒選到 他直接就還是有 any 那你答案是錯的 好 注意 所以說 button要改三個地方 一個是內的輸入 第二個是 action要改 再接下來這個 UI button要選到 好 好了三個都好了之後 你就按 connect 好也是一樣 好 也是一樣它是不是已經幫你用鍵好了 可是這個時候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vailable 它是一個什麼 FUNC是一個 function 它是一個函數 好沒關係 接下來 還是我們雖然在playblog 沒有玩過 接下來 等一下我們要寫的程式碼 都是在這一個 DOTAP中間 那做什麼呢 很簡單 做什麼 我們剛才的scenario是做什麼 我們的場景之線 對不對 按這個呢 希望是這個改成 Hello 好 那就在這裡 好很簡單 那知道這個物件叫什麼呢 叫做show 對不對 好來 你不要自己打 你可以自己打 這邊打h show 我不建議你這樣打 假設這東西都已經弄好了 你就直接call 就絕對不會錯 因為有時候大小姐 你打錯了 把它揮得出來 老師習慣這樣子 噹噹 點兩下 點兩下 Ctrl C做Copy 不是Ctrl 就是Cmd C Cmd V做Pass 這個絕對不會錯 懂不懂 好 接下來就要改它的屬性 欸 屬性是什麼 就是剛才我們剛才講到了一個text 因為這個text 原來叫做什麼 叫做show 我們剛才改的 還記得吧 好 這時候要改這個屬性 記得屬性 屬性 就一定要打一個 把個點 就好像我們的網址一樣 對不對 thu.edu.tw 好 這個是在show的這個地方裡面的屬性 哪個屬性呢 叫做text text 好 沒有問題 就在這裡 好 那今天很簡單 各位之前有學過play belong就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屬性 原本的它的text呢叫做show 我現在呢 請它改 改 改成一個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好 ok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中文 好 那完了之後呢 就很簡單了 這邊大概這個動作就做完了 好 做完了之後呢 來看一下我們就可以去做執行的動作 好 enable 好 那它就會在執行了 這邊它在build building 正在建置 好了之後呢 就會呈現在 這個一個叫做simulator 就是一個模擬器 好 模擬器是什麼呢 你可以點選一下 喔 呀 這個怎麼知道怎麼拿 好 好 不管它 沒關係啦 我們等一下東西在上面 那這個模擬器是什麼呢 雖然我沒有錢買一台4萬塊錢 3、4萬塊錢的iPhone 這是iPhone 8的介面 好 我們享受一下 我們短暫擁有一下iPhone 8 好 那一樣 就好像你iPhone開機一樣 它也是在做開機的動作 好 會比你的iPhone 8慢一些些 因為它的筆記是模擬的 好 我們大概等一下一下 但是要有耐心 你的 欸 但是這個第一次比較慢 第二次你要做修改的時候 就還ok 好 我們今天有幾個物件 三個物件 一開始是什麼物件 好 ViewController 好 ViewController 第二個物件是什麼 標籤 Label 第三個物件 那我們今天呢 還有一個物件呢 等一下老師會跟各位講 叫做Text View 文字方塊 密碼的這些文字的輸入 那也是我們等一下二三節課 你們要做的一個作業 那老師先不會講很多 那讓你們腦筋急轉彎一下 也善用Google 好 同學等一下 助教會拿一張檔子 你們簽一下名 點個名一下 好 那他這個啟動了 那才要等一下下 他開始之後會比較慢 那現在系統做的是 越來越複雜 就越來越慢 第一次比較慢而已啦 等到他啟動完了之後 你做修改之後 就沒有那麼慢 OK 欸 好了 啟動了 有沒有 就跟我們的iPhone 長得是一模一樣 好 好 這個時候還是要有一點內心 它已經開動 啟動了 現在正摟你的層次進去 正在摟你的層次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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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時候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的 這個時候的 工作區呢 它就做simulator 模擬器了 還沒有好 還沒有好 好了 OK 這個就是我的 手機的層次已經按過來了 好 接下來來看一下 看看我們做的 對不對 就這樣 適定江山 按這邊 看看有沒有 秀出Hello我 你今天秀出Hello我的話 你就得了這第一個作業的100分 欸 Hello我就可以了 好 簡單吧 那這邊呢也一樣 這邊它其實有一些Hawai的操作 Hawai的操作 有一個 這個模擬這個Home鍵 欸 有沒有 就回到這邊來了 你的其實你的App 你的App呢 就安裝在這裡 有沒有 My first hello 這個 你以後也可以去改 這個icon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這個就不要關掉 因為你關掉 再重新啟動比較慢 那你就直接 寫在這裡就好了 好 等一下呢老師呢 我們自己做這一個 Label的 的事情 好 那今天的第一個作業